在中央的志祺之下 原本台南市当区小巨蛋有定地 将几月73日的经费来行建国立科学未来冠 在一档已经过去 现在有完是一片抗地 市长王家珍上后总指寸就表达不完 要求市长在当区一个功德 台南市王王家珍在总指寸相当的本末 台南市当区原本在新三楼的小巨蛋有定地 既然中央一定几月心国立科学未来冠 不过已经十二年过去 现在是趴风一片 因为我们大台南会电中心用六年 变得二十亿 一定够用比较起来 实在欠当区一个功德 对处交由会议 同样依照基点有落丢比当中 可是你看看当年的小巨蛋 在内市长强势说不给台南大学做 到现在十二年了 本习上次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一年半前 那个时候我说十年 现在十二年了 依然是荒草一片 荒烟漫漫 今年的三月呢 那个教育部已经把整个财务的计划 依照行政的指示 送财政部去做审核 最近一次会是今年三月 那确立了这个资金的金额 以及它要有 除了行政院匡列之外 要把财务计划分年做出来 但是面对今年 近几年来原物料高 以及人工上涨很严重的情况下 我相信这四十多亿 可能会要请行政院预做营营 会比较好 别人到时候又流标 到时候又延荡了这个进度 教教说明 当区深度深度不够用地 几月九点八公庆 设立国立科学未来冠 终于到科技发展中的 生肆未来 生活未来 抗风近未来 为几月高充 在改冠要不完成进展 目前新设计两条人心不得 提供市民休省空间 记者所应和市会采访报道